黃帝蟹 很大隻 拼一下 差多遠 這隻很重 這隻是小魚科 你買一隻的價錢 已經可以吃到一個放蹄 是不是抵到難 抵到不知道說什麼好 Helen問你了 帝王蟹有多少隻腳 八隻 錯 是六隻 那從業蟹有多少隻腳 八隻 對 那數學題 鄰仔買了130隻帝王蟹 和240隻從業蟹 總共有多少隻腳 放棄 算了 我自己上去數一下 這麼複雜的數我就不會計算了 我只會計算錢 三百多港幣 就能吃到蟹腳放蹄 吃到橫走出來也可以 很多蟹 這裡是吃蟹腳放蹄的 在100分鐘之內吃的放蹄 所以我現在不理得太多了 要爭奮奪秒 那就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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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 我先吃蟹 就吃吧 好吃 很新鮮 味道很鮮甜 但是淡淡肉 其實我最喜歡吃蟹是因為醋 因為醋很好吃 這是本蟲葉蟹 旁邊的是紅蟲葉蟹 為什麼日本人喜歡吃蟲葉蟹呢 因為他們覺得很鮮味、很高級 他們還說蟲葉蟹是龍江鳳翠 真是很珍貴的東西 所以我撕到一口肉也不會浪費 除了Uni之外 我也有其他東西喜歡吃 就是吃蟹 好, 接著嘗嘗紅的蟲葉蟹 對, 看起來好像很優雅 沒有那麼強壯 很滿意我的技術 也很鮮味 但是沒有本蟲葉那麼好吃 是水了一點 而且味道比本蟲葉更淡 本蟲葉蟹 蟲葉蟹平時應該一萬日圓左右買到 但是紅蟲葉蟹 原來二、三千日圓就買到 所以我的級數是差了一點 在香港如果吃飛機貨 也會有雪味 但是這裡絕對沒有, 很新鮮 你們猜猜這個放題有多少錢 60200日圓 就是等於320港幣 你買一隻的價錢 已經可以吃到一個放題 是不是抵得難 抵得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個放題除了吃蟹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給你吃 但是吃得了這個餐 怎麼會叫這些東西吃呢 當然是集中放那隻蟹 除了這個餐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黃帝蟹 很大隻 拼一下, 餐多遠 這隻很重 這隻小兒科 真是慘了 將會被我冷落它 有我的手這麼長 很多汁 很重 還有這個肉 是肉軟了一點 其他全部都有A君 肉咬下去一疏疏 一疏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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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剛剛的松葉蟹比 兩種東西 那個有那個好吃的 這個就是一疏一疏 兩種都好吃 如果你要加上皇帝蟹 做這個放題 價錢就會要貴一點 就要一萬四千零八十元 就是等於七百四十元港幣 平時在街上買一隻皇帝蟹 都要一萬三千元一公斤 你這裡隨便多吃幾隻 都回到本來 我也要趕快回本了 不對勁, 你們過來幫我剝吧 哇